马天宇的新剧梁胜,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,已经开播,他在剧中饰演的梁胜是一个清俊温和的百姨少年,也是梁胜心中最好最重要的哥哥,他从小就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妹妹,愿意给他自己的一切。 其实对于马天宇的梁胜,很多人都觉得他温润的气质于书中的气质如水,眉目如画的梁胜十分契合,简直就是从书中走出来的,不只是粉丝满意,导演夸赞马天宇就是梁胜,不会再有另一个人选,就连原作者都转发马天宇的微博你好,梁胜,可见马天宇家梁胜这个角色塑造的很成功。 其实,梁胜这个人物本身,就和马天宇非常的像,在梁胜小时候,他的妈妈因为一场意外,永远的离开了他,而马天宇也像小梁胜一样,从小就失去了妈妈。 关于他的身世,其实在背后的故事里也讲过,在他五岁那年的八月十五,妈妈让马天宇帮忙买药,但年龄太小的他还不知道买什么药就去了,回来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睡着了。 直到第二天醒来,邻居敲门送月饼,才发现妈妈怎么叫都叫不醒了。 就这样,只有五岁的马天宇,被迫开始面对死亡,因为妈妈是在八月十五日去世的,所以马天宇说,他从来不过八月十五这个节。 别人回去跟家人吃月饼,庆团圆,他却是每年八月十五,都拿着敲去妈妈的坟上除一些杂草,这个温暖的节日对他来说却变得格外的残忍。 对于妈妈,马天宇说,是狠还是不狠,他也不知道,因为太早就走了,所以他连喊妈妈的机会都没有,从小到现在,就没有人给过他母案,甚至都不知道妈妈该怎么叫。 除了和小梁生有相似的情感经历,马天宇的家境也和梁生差不多,剧中的梁生生活,在一个清平的小山村,小时候吃荷包蛋,长大了读大学对梁生的家庭来说,都不是渐轻松的事,对梁生来说无法负担的事,对马天宇也是一样。 在他母亲去世后,父亲也因为赌博,是就欠下一身战务,因为无力抢还别人走他乡,所以追债的人来到马天宇的家里,不仅把他的家洗劫一空,还抢走了马天宇的弟弟,至今都杳无音讯。 之后马天宇就跟着爷爷奶奶还有两个姐姐一起生活,从小跟着爷爷学做各种农活,烙大饼,挖蒜坑,条子,种菜,这些都是他每天要做的家务,所谓人穷之不穷,爷爷叫他做人叫他认字。 对他们姐弟的教育,也从来不马虎,但还是因为负担不起他们姐弟的学费,马天宇也辍学独自。 后来夜道中专时,马天宇又因为叫不起三块钱的费用而退学,之后他开始辍学打工,替付还债,直身一人前往北京,那时的他兜里只有七毛钱,在包持住的餐馆打工,除去身份证复印间的四五毛, 用两三毛钱撑过了两个月,如果说梁生是忧伤的,那马天宇也可以说是忧伤的,因为他们有着相似的人生。 虽然马天宇现在在事业上做出了成就,但老天总是喜欢磨练他,红了之后,有人编造他在北京被人包养的谣言,结果这些谣言,传到了爷爷的耳朵里,和他相依为敏的爷爷气得病情加重,也没能继续陪着他。 而马天宇当时却因为参加节目被瞒着没见到爷爷最后一面,直到赶回家时,姑姑告诉他爷爷走之前特别想他,之后马天宇也开始尝试着跟爸爸修复关系,希望为家人做一些事。 但如今爸爸也抖了,5月24日,马天宇晒出和爸爸拍摄的一组写真,父子两亲密威,牵手,并陪我跟父母远禁至此,愿你我各自安好。 或许家人对马天宇来说,是最痛最柔软,也是心灵中最最弱的地方,因为他此生跟父母的缘分真的太简了。 就像梁生一样,妹妹江生就是他的全世界,或许就是因为相似的绅士,相似的家庭,才让马天宇和梁生,看起来像一个人一样。